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健康龙江直播室 我是主持人张松 如果您在健康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日行电话 04518289011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留下您的问题 我们的专家都会及时的为您做出解答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来探讨的是一种 长在我们身体里的石头 肾结石 说到这个肾结石 我们大家的伙儿都会感觉到非常奇怪 说这个石头是怎么来的 那一旦得了肾结石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呢 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 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专家 哈工大附属黑龙江省医院 密外三科主任 善哥老师 善哥 哈工大附属黑龙江省医院 密外三科主任 加木斯大学密尿外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任医师 专业技术三级 省首届 省级龙江名医 省医学会激光密尿分会主任委员 省医学会密尿外科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 省中西医结合分会 密尿外科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 省医师协会密尿外科专业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 入选密尿外科全国降材工程 能完成密尿外科各种复杂疑难手术 擅长微创手术治疗各种密尿系统疾病 熟练掌握密尿外科各类腔径诊疗技术 在微创技术开展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山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单位做了一个体检 就发现很多同事都会有一个病症 就是说是有肾结石 这么一看的话 其实好像周边得肾结石还挺多的 这个发病率在咱们医生看来高不高呢 肾结石的发病率 在全国平均水平大概是1%到5% 是这样的 男女的比例大概是3比1 在南方那些省份 包括广东湖南 这个是高发 高发 他们的发病率大概在7% 最高接近8% 北方还相对来说好一些 我们黑龙江省的发病率是5.2% 这北方的已经高于全国的水平了 是这样的 高于全国的水平 它这个治病原因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跟饮食有关系 还是跟咱们生活习惯什么的有关系呢 肾脏现在是这样 这是泌尿系统的一个图片 一个图片 肾脏包括整个泌尿系统 包括肾脏 输尿管 膀胱和尿道 那么在这个四个部位 四个都会有节石停留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 对 所有的人体的代谢产物都要经过肾脏来排泄 如果你尿里面 比如说草酸钙 也是结石当中成分最多的一种结石 草酸钙它的成分过高的话 它就会在肾脏的小盏 大盏 剩余 包括这里面吸出一种结晶 继而出现的泌尿系的这种结石 是这样的 它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是不是有关系 整个泌尿系结石的病因 有很多种 很多种 它是 最主要是一种代谢异常 代谢异常 就是我们吃的 结石的成分比较多 比如说钙 补钙 包括尿酸 包括公安酸 这类物质比较多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体内分解 控制这些结晶的物质 相对来说比较少 还有喝水比较少 尿量少 我就有这个毛病 我就喝水比较少 对 不仅尿量少 我们还要看一下尿的PH值 是这样 尿的PH值如果高的话 如果是偏碱性 容易得这种磷酸美胺 这种磷酸美胺 包括磷酸原 磷酸盐 它容易沉寂 形成那些感染类的 一些结石 如果偏碱 如果偏酸的话 就会出现那种阴性的 这种尿酸结石 包括冠酸结石 这些都是引起 就是这个 咽尿性结石的 主要的原因 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 其实治病的原因很复杂 很复杂 刚才这个问题 其实有点外好了 对 我们总觉得 好像一种病得了之后 总是因为我们某一种 这个原因造成的 而实际上它是一种 多种原因交叉的一个结果 造成的这样一个 这个现状 是 对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说我要是得了 这个 就是肾脏结石 就泌尿系统的结石的话 那我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是这样 肾脏的石头 会有一些腰痛 腰痛 腰痛 肾鱼的结石 就是 集合系统里的结石 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 结石活动了 它就会出现那种酸胀 也会出现腰痛 输尿管的结石 因为重力的原因 它这种急受的下移 它会 也会造成梗阻 包括 肾鱼输尿管内压增高 包括它的缺血 会有非常剧烈的这种疼痛 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肾脚痛 这种疼痛 甚至比女同志的分娩 这个疼痛还要强很多倍 那么膀胱的结石 它会出现尿流中断 尿尿尿突然停了 体位变化以后 它又可以尿了 那么尿道的结石 就没有那么好了 它会影响到整个排尿 尿液的排出 尿液的排出 包括它也有尿主流的出现 那么整个泌尿系 这个感觉和疼痛 基本上就这样 还有合并的 就不同程度的血尿 其实刚才您说了 这些不同的症状的反应 都是我们身体上 能够直接感觉到的 如果是身体上 能够直接感觉到 是不是说明 这个结石的症状 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 是的 这个结石它是会有一些损害 损害 那么我刚才谈到了 就是一些没有症状的结石 这种没有症状的结石 反倒我们临床上见的比较多 多一些 比较多 而且它给我们人体 给我们个人 就是带来很大的损害 究其主要原因 是它这个结石停留在 泌尿系统的某一部位 停留这个部位以后 就会造成这个部位 以上的这种梗阻 和积水 包括它的合并的感染 血尿 这个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肾脏的功能 在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而且我们也发现了 有很多的病例 包括最后肾功能衰竭 如果两侧的泌尿系统 同时出现了结石 它会出现那种啥呢 没有尿 有很多的急诊 我们包括泌尿外科 很多的急诊 都是这种结石梗阻 包括还有一些很多孤立腎 就一侧堵了 也没有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咱们一般来说 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泌尿系统的结石 进行检查呢 检查现在很方便 因为它现在基本上 都有一些无创的检查 包括我们常用的 泌尿系的超声 腹部的瓶片 包括CT的瓶扫 泌尿系的重建 包括甚至说 我们可以做一些核瓷 ECD 这都可以 都可以发现 就是说结石的大小 结石的部位 包括结石的CT值 这些都是通过咱们医疗手段 我就一直在想着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能够通过自检的方式发现 自检现在是这样 有一种 就是说在能啥呢 自检 血尿 半疼痛 腰痛 这种情况 我们要注意了 有可能是这个啥呢 泌尿系结石引起的 刚刚咱们说了很多了 待会儿我们通过一个小评 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 肾结石就这么不知不觉的 在你的身体里生成了 如果结石在肾里乖乖待着不动 人就没啥感觉了 这就是有些肾结石患者 无感的原因 如果结石在肾里面晃来晃去 咳咳碰碰 会引起比较轻微的疼痛 肾结石患者 日常有顿痛酸痛的感觉 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结石随着尿到处跑 跑到别的地方去 事情就搞大了 哎呦喂 卡住了 有结石卡在我这里了 输尿管娇嫩的千斤肢体 最怕这些牙尖角裂的家伙 结石这一卡 搞得输尿管一哆嗦 一进来 碰得那叫一个死去过来 这就是肾结石患者发作时 剧烈疼痛的原理 万一结石顺着输尿管 又滑到膀胱的入口处 就会刺激到膀胱 或者来几个细菌 引起感染 这些都会导致肾结石患者 出现尿贫 尿疾 尿痛的症状 如果这一路上 结石到处刮蹭 哪里刮出血了 血尿也就跟着来了 万一肾结石堵住了尿的出路 肾里的尿抬不出来 久了 就会导致肾食质被压迫 这就是肾积水 如果肾食质 因为积水长期被压迫 就会导致肾小体 肾小缓等功能受损 肾功能不全了 尿毒症了就跟着照上门了 通过我们这个总结小篇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个肾结石 它造成的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应该怎么样去治疗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 根据不同的症状的轻重 来进行治疗 是吧 比如说要是轻一点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 自然的方式 把它排出去呢 总体来说 泌尿系结石的这种治疗 它是我们泌尿外科的 这个疾病治疗的一个难题 为什么说是难题呢 它这个结石是千变万化 有的根本就不需要治疗 有的是需要一种方式 甚至多种方式 联合治疗 那么先说 我们最简单的 因为结石 小的结石 微小的结石 大概我们讲 叫0.4毫米以下的 这种上尿路结石 是可以自然排斥 可以自然排斥 0.6毫米 如果结石表面光滑 下尿路整个 它的排除道没有耿阻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用药物辅助的办法 0.6毫米也可以排 那么如果是自然排石的话 我们应该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促使它排出来的 这种排石呢 现在呢 是一个综合的治疗 是一个综合的治疗 它呢除了多饮水 我们临床呢 也叫补业 还有呢 就是解除收脑管的痙攣 包括呢 中医的这种针灸 包括呢 排石的药物 包括呢 对尿液啊 酸碱的调节 包括呢 很多的这个治疗手段 它是整个是一个体系 包括呢 还有解除那个就是收脑管的 这种痙攣 所以有些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实际上喝水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还得配合药物啊 针灸啊 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综合的治疗方法 才能够解决 这种微小的结石呢 是可以通过多喝水 多活动 然后综合治疗 有指导 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治疗和排石的这么一个经验 这样的话呢 才能协助排石 那如果肾结石发展到更这个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自然排石就不行了 通常我们会采取一些手术 那过去手术治疗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过去呢 曾经我们也都有传统的这种治疗方式 包括呢 肾鱼切开取石 肾斩呢 这个劈开的取石 那么这种传统的方式呢 有的时候结果呢 是很不好 很不好 而且呢 它开刀呢 就是说会造成肾脏的肾单位的那种不可逆转的损害 就是功能上会有损害 对 你开刀啊 损害的肾脏的位置是不可逆转的 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完全就恢复到原先的那个肾脏的功能了 嗯 它 对 它损伤的这部分功能是没有了 是完全丧失了 不可逆转的 所以这个方式过去在传统治疗的时候也是非常慎重使用的 对 这个大概是几十年前吧 我们 普遍应用的一种手术方式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治疗手段 没有那么多的治疗手段 另外呢 这个肾脊石的这个治疗啊 在这个基层医院呢 它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没有那么多的设备 那么它仍然采取了这种肾脊石啊 包括切开取石的这种方式 但是肾脏呢 这个取石我还是不推荐大家去接受 比如说收尿管 切开取石 膀胱呢 多发的这种结石 是可以呢 就是选择切开的方式去取 这个呢 最起码影响不是特别大 或者是手术经验多的话 影响不是特别大 嗯 嗯 那其实除了这个 就是呃 刚才您说的一个传统方式 现在我们这个在这个 这个治疗肾脏结石的时候 其实用的是新的手段了 您能介绍介绍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手段吗 呃 现在是这样 这个 现在的这个 这个 外科治疗 手术啊 治疗取石呢 呃 大致分两 两个方面 嗯 第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叫精疲肾静 精疲肾静 对 精疲肾静 就是咱们大致的看着 精疲肾呢 它是精腰啊 精疲穿刺 嗯 在腰上建立一个皮肾通道 嗯 然后呢 利用激光或者其他的碎石设备 将结石呢 大解石变成小解石 然后取出来 嗯 我们也叫精疲肾静取石术 啊 那么这个方式呢 被我们国内的专家呢 定位为叫 从窗户进 啊 从窗户 嗯 进到这个房间内的一种手术 手术方式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叫输尿管软静 啊 火激光碎石术 嗯 这个呢 是我们精尿道 因为泌尿系统啊 它是跟味界相通的 它这个 近年来啊 手术会管软静的这种进步 包括光纤的 核载能量的增加呢 使这种 泌尿系的这个结石啊 完全是一种颠覆性的 一种 一种变化和改变 嗯 现在咱们大屏幕上播的这个是 就是精疲肾静取石 对 现在这种呢 是精疲肾静 这种呢 就在腰部这地方 开一个通道 对 对 这种呢 是叫 我刚才讲了 从窗户进 进这个房间 因为结石吧 位于肾脏 它需要呢 在这个肾脏呢 在建立一个皮肾通道 然后呢 这个皮肾通道就翘 我们叫皮尔卫翘 薄皮翘 然后呢 通过这个翘以后 进来用镜子 嗯 用镜子呢 这个用激光光纤进去以后啊 把这个结石 再取出来 粉碎掉 粉碎掉 这个就比较大一点了 对 把大结石呢 变成小结石 然后取出来 嗯 这是取石栏 嗯 取石栏 这个呢 是一个叫精疲肾静取石术 嗯 那么近年来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精疲肾静 已经是这个通道 就是这个皮肾通道 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而且非常精准 一定要经这个肾脏 这个穷龙部 穷龙部 就是这个肾斩的这个屋顶 你要从这个窗户 就是这个这个镜 要从这个屋顶镜 才能保证呢 不出血 或者少吐血 哦 明白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 咱们这个精疲肾静的这个方式 要跟过去那个方式比的话 切开数比的话 它对于肾脏的这个损耗 有没有呢 呃 精疲肾静同样呢 也会在你的穿刺通道上 对这个肾脏 也是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 嗯 你这个穿刺通道 就这部分肾断源 就已经丢掉了 哦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咱们现在这个 这个就是可能越来越小 这个损害也会降到就是最低 是 已经损害降到最低 但是它无可避免的 这是一种损害 啊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塑尿管软镜 火激光那种碎石素 火激光呢 对对对 它是经自然强盗 这个就是 右边 右边那个就是一个啥 这是一个多镜联合的一个 多镜联合 对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 一个绿角形结石 这个人呢 肾里边长满了 长满了结石以后啊 我一期的手术呢 是用用精疲肾静 把这个肾余和肾下斩的 结石打掉了 嗯 然后呢 这个我的平行斩 和肾上斩的结石呢 用用这种软镜 二期联合的 这个塑料碗硬镜 叫多镜联合 这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 一种手术方式吧 然后用这个激光软镜 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 经这个精疲肾静的通道 取出来 取出来啊 这个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的一个手术 那它的这个 对于身体的损害 就更小一点 嗯 它很小 因为这个通道 也是一个微灶漏 微灶漏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海绵肾 海绵肾呢 它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肾脏的一个畸形 这个结石呢 是因为 它都是含在肾脏里面的 哦 这种 和咱们的肌体 融为一体了 对 跟它的肾脏的这个乳头啊 是组织的 它是融为一体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不建议采取 这种精疲肾静 还是要做软镜治疗 这个呢 就是说软镜下呢 用这个啥呢 用激光 把那个乳头劈开 然后把这个结石碎掉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啥呢 这个图像呢 现在就是一个啥呢 就是一个 输尿管软镜 碎结石的这么一个过程 碎结石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激光啊 这个能量 可以让这个结石呢 变成粉末化 我们现在叫粉末化 或者是碎块化 现在那个最好的 这个激光 最新的激光 甚至可以达到雾霾化 雾霾化 那这样就可以就是做完手术之后 然后让它通过这个自然的方式排出体外 我们就是让这个啥呢 就是说这种碎石以后啊 让让它自己经自然强盗以后都能排出来 而且呢 现在还有很多呢 辅助的一个设备 包括呢 它可以碎石以后轻蚀 这个也都啥 您能总结一下 就是说咱们这个火激光的治疗方式 跟以往过去的这个治疗方式 它的优势究竟在哪 火激光治疗的方式呢 它区别于其他治疗方式呢 最主要的 它是这个床上特别小 火激光软镜呢 它是人经人体自然强盗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新的一种技术手段 经人体的自然强盗 达到那个泌尿系统的任何的部位 然后呢 去用这个联合的火激光 去把它这个结石碎掉 然后自行排除 这种创伤呢 对病人呢 是最小的 我们把它定位为叫微微创 或者是叫无创 那这种创伤呢 是病人付出一个最小的代价 也是一个最大的收益 这种技术呢 有着这个手术时间短 术后恢复快 这个病人大概都24小时以内 就可以下地了 正常的生活了 两到三天就可以出院 这个技术呢 真的是很 对病人影响非常小 这是一个直接病人 就是说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变化 明白 那么结石呢 直接呢 可以经自然强盗排出来 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发展了 然后呢 其实患者在这个 就是有时候做手术的体验上 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但是咱做完手术之后 可能还是有一个术后的一个需要照顾的这样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们的患者应该注意点什么 避免复发或者避免这个情况恶化 它是这样 因为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做这个清疲圣镜啊 这个要求呢 是这病人需要制动啊 需要在床上平卧啊 等等的 就可能住院时间稍微长一点 把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么收纳管软镜这块呢 现在基本上就 术后就很简单了 病人呢 就是说会在第二天 几乎就是他追着你来 他说你问你什么时候能出院 什么时候能把管 那么术后呢 我觉得是现在需要注意的有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要多饮水 多饮水 保持呢 泌尿系统呢 就是说这个通畅 要观察呢 就是这个结石呢 排石情况 包括呢 有没有钢组 有没有血尿 尤其呢 不要憋尿 因为憋尿以后吧 一般这种做这个结石 做完了以后啊 多数会有放一个 就是支架引流管 这个管呢 大概要留止一周到一个月 这个管呢 它可能是跟肾鱼和旁关 它俩是相通的 如果是憋尿的话 容易引起反流性的肾鱼肾炎 是这样 对 这个呢 都是需要术后的病人 术后需要注意到 这个问题 是吧 对 那其实这个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刚才咱们看到了 可能那些手术呢 都是因为这个结石 个儿比较大 所以需要手术 那除了个儿比较大之外 其他的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也有需要 做手术的 嗯 结石呢 现在是这样啊 嗯 结石不是因为它大小 不是因为大小 因为结石呢 它本身 它只是一个表现 嗯 表现 它有的时候 小结石 它就排不出来 哦 为什么呢 它数量管狭窄 这个呢 都需要装科医生啊 来具体来看 包括刚才您看 那个就是那个视频当中 有一个这个跟组织紧密的 就是这个 长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对 它可能就是 可能尽管这个结石比较小 但是它没有办法 自然的排出来 那咱们可能也需要 这个进行手术的概念 那个呢 它属于啥呢 它属于肾内的 肾内 包含在肾乳头内 还有呢 就是结石停留到一定的部位以后 它会刺激局部的这种炎性增生 包括洗肉 包括解石床 甚至说呢 它会出现发生癌变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去进行干预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这个结石啊 这么可怕 然后我觉得就是 即便说啊 这个现在手术的创伤很小 我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手术 那最好还是就是 在这个病得之前 我们能够预防 那如果要是想预防 这个肾结石的发生的话 我们生活当中 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情况 结石呢 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它主要呢 是从几个方面嘛 我们 无论是哪种方式啊 排石以后啊 一定把这个结石的标本留着 然后做一个结石的成分分析 如果说是这个 钙类的 含钙类的这种结石呢 我想呢 首先要从这个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来调整饮食结构 适当的体育锻炼 多饮水 然后呢 如果是含钙类的 要增加菌烟酸类的 这种水果的摄入 那么这是钙类的结石 如果是感染性结石 感染症结石 我们这个时候呢 需要酸化尿液 需要多喝水 而且呢 要减少钙 和减少磷的这种摄入 如果是尿酸结石 我们要也要是大量饮水 也减少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尿酸的这种 结晶的产生 这种代性性疾病呢 必须也是要 在生活方式上 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调整 这个呢 也需要大家做一个 结石成分分析以后 有地方施的 有根据的 跟病人进行推荐 就是对咱们那个 结石的标本 进行了这个分析之后 然后治病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然后针对这个 再调整咱们生活方式 和饮食结构上的问题 就是说 您的结石 是哪种类型的结石 您的结石呢 成分是什么 然后根据您的结石成分 然后对您的 以后的健康的进行指导 明白了 那特别感谢单老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 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些内容 进行一个总结 剩结石的预防 记住 二少一多 少吃会引起草酸高 尿酸高的食物 菠菜 浓茶 草莓 芹菜 花生等食物 都含有较多的草酸 海鲜 动物内脏 老火亮汤 啤酒等都是高漂亮食物 吃进去可都会变尿酸的 草酸尿酸不超标 哪里来的西出 哪里来的结石 你懂的 多喝水 尿少了 盐才有机会吸出呢 尿少了 才没能把结石冲走 让结石有了长大的机会 多喝水 很重要 每天大概八大杯水 白天常规五杯水 运动之后多补充 睡前睡后各一杯 中途起来再喝一杯 肾脏爽爽的 结石远远的 通过这个小片呢 大家伙对于这个 结石如何预防 应该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了 那今天呢 请到这个沙老师 也非常不容易 我们来解答一下 这个微信上的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 孩子现在呢 是一岁四个月 因为孩子呢 发育迟缓 就去医院做检查 B超检查结果呢 是孩子双肾有这个大小为 0.9厘米的结石 医生让这个孩子住院一周输液 之后呢 吃药一个月 B超结果显示呢 左右输尿管都出现了结石 肾里的结石变小 孩子晚上哭闹 睡不安稳 下一步 咱们该怎么办 好的 这个病例呢 很好 这个正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孩子的结石 儿童的结石 儿童的结石呢 首先要考虑 它有没有一个药物相关性 药物相关性 有相当一部分药物呢 是在肾脏当中呢 它的浓度比较高 但是它的溶解度比较低 比如说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头抛 头抛类的 因为现在这孩子啊 这个会经常的用药 经常的点滴 也经常的会打头抛 那么头抛的这种这类药物 在肾脏的排泄是60% 它60%是在肾脏排泄 其中有一种药呢 叫头抛去松纳 头抛去松纳呢 它这个药物会形成呢 就是会有这种 发结石的肾结石的发生率 能达到8% 8% 这有可能是因为用药造成的 对 这个病人一定要问一下 他有没有用过类似的 这个药物应用的经历 经历 如果有呢 怎么办呢 这种结石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处理 比较容易处理 因为它这个 它就可以呢 啥呢 用一点 用的啥呢 补液 然后呢 就给它一个简化尿液 一个啥情况 多数呢 都能自行缓解 包括呢 用一些 体外碎石 也甚至可以 它那个儿童的这个排泄能力 特别强 比大人要强 对对对 还是能力特别强 所以咱们这个 应该说建议 还是对于汉子来说 用一些 这个比较保守的 这个 再一个 问一问 他那个有没有 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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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 我们这个